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做一个代码分享的视频 不过在给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那咱们开始吧 是这样 为什么要给您做一个代码的分享 是分享什么代码 是这样 我自己有一个个人网站 小马视频频道 我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请看 就是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我是大概2020年1月份 我是用Luby on Rails做这么一个网站 当时就心血来潮 是吧 就做这么一个网站 但是大家请看 这个网站的内容非常的简单 是吧 也没什么太多的东西 是吧 然后点击之后 其实直接进入YouTube的播单 是吧 而且这个网站只有一个页面 所以说我觉得 是不是应该再重新的开发 重新的构筑一下 是这样 正好我最近正在给大家做NUX的 还有Telwind 包括Doker AWS的课程 所以说我就用新技术 给大家再重新做一个我的网站 同时把代码分享给大家好不好 那咱们就看看我的课程 网站重新开发计划 我重构了我的commavideo.com 采用的技术站 大家请看 是AWS Cloud 然后Doker 包括NUX 然后还有Telwind CSS 这是我采用的技术站 然后这个代码 我差不多已经都构筑完成了 当然了 今后可能我还要再加些新的功能 是吧 目前的版本应该是可用 我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NUX的工程 这里面有大概我给您讲解的一些组件 在这里面都有 包括Telwind也都在 然后包括我设计的一些组件 也都能看得到 包括我用Doker打包 然后该怎么打包 该怎么的释放 我也都有 然后我把我的网站 或者说工程的具体使用方法 都总结到文档当中 然后我也准备把工程打包一下 放到我的小马部落的Discord专区 然后您也支持一下小马 到我的专区去下载代码 好不好 然后是这样 我现在本地把我现在的工程运行下 看看大概让大家看一下 我大概编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网站 好不好 咱们试一试 我现在就是在我这个网站的根目录 大家请看叫V2对吧 其实还有个V1 V1是上次用Luby Unreal 编的 一个页面感觉也不太好 所以说重做一下 好 咱们运行下 把我这个网站运行起来 运行起来之后 咱们在本地应该就能够看到 我现在敲一下 应该是用本地的3000端口 咱们看一下 还没有运行起来之后 我看一下 正在编译是吧 OK 是这样 我的新网站采用的是NUX的服务器端渲染 但是我部署的目标是静态网站 也就是说 我虽然是服务器端渲染 但是我并没有在服务器端 做一台Node.js的server 对吧 今后我可能在做我其他网站的时候 会给您做一个Node.js server 这次因为我是个人网站 所以说我想把它变成静态的 就没有做 是可以做的 大家请看 我的新网站已经出来了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的小马视频频道 最新的课程一栏表 对吧 随着我增加每一个课程 在这个地方都会出现一个图标 然后您点击这个图标 就能够快速进入小马课程的YouTube的主页 比如说 像我现在最新的美女爬虫 对吧 我点击一下 这个是进到我现在自己的网站的美女爬虫这页面 然后美女爬虫这个视频是属于哪个播单 然后下面这些播单里面 其他的视频都能够看到 然后当我点击进入播单的时候 进入到我当前这个播单的其他的视频 你也都能看得到 好不好 咱们再回到首页 比如说咱们再进这个NAS的状态管理 点击一下 这也是NAS这个视频 咱们直接点击这个按钮 就直接点击这个图片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的YouTube 可以看 对吧 我先把它关掉 然后呢 这个视频所属的播单的其他视频 在下面呢 是都能找得到的 好不好 然后呢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地方点击进入我的播单 好不好 也就是说这个播单里面的所有的内容 也都在这地方呢 有所显示 好不好 然后咱们随便再点一个进来之后 然后这还有几个Tag标签 对吧 然后咱们点击这个Tag标签 也能够进入这个播单 好不好 然后再点击 大家请看 每个播单呢 有各种各样视频的介绍 这个左下方有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点击之后 是直接进入我这个播单的YouTube的一栏表 好不好 然后呢 咱们再回到首页 这个首页这还有一个 左下角还是有一个 因为我用的是一个空间 只不过是判断了一些条件 来给这显示不同内容 点击之后呢 是进入到这个播单的一栏表 咱们再点击进入这个视频 是吧 然后再点击这个图片 才进入我实际的YouTube网站 有朋友说 你干嘛做这么麻烦 是因为这样 我准备把这个NAS的技术 包括这Tag标签的 各种各样的技术 给它结合起来 做这么一个样例 我的网站 也就是我教学的内容的一个样例的网站 好吧 也是个样例代码 对吧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我的右边 右边是标签 这个是我现在小马视频频道 所有的视频列表 大家请看 我也是做了几年了 确实东西还是不少 是吧 咱们随便点击一个 就能够进入到 比如说这个Suite UI 就能够进入到这个播单 对吧 咱们看看 我也是做了这么多视频 OK 点击之后呢 就能直接跟刚才的显示是一样的 然后右上角呢 除了这个Tag一栏 还有这个我的YouTube频道 点击这个按钮呢 就直接可以进入我的YouTube频道 好 我先把它关掉 咱不进去 然后呢 大家请看 我点击这个 是直接进入我的B站 因为我同时还往B站上放了 对不对 OK GitHub 也能进啊 没有问题 OK 然后呢 这个是我的一个工具包 这个也给您介绍过 是吧 小马的工具包 然后最后这个是一个关于的页面 这个页面里面呢 大家请看 我写上了 我采用什么技术站 这四根我都写出来 可能我今后呢 在维护这个工程 可能还增加新的技术呢 我在这地方呢 都会写出来 好不好 然后下面呢 是我的小马综合频道 这个游戏频道 好像现在没有用了 过两天可能再发点游戏视频 OK 就是简单的 我这个网站的 新构筑的网站的大概的样子啊 然后呢 今后我也会不断的增加一些新的功能 然后也会呢 定期的分享给大家 好不好 然后是这样啊 还不算完 我的网站是基于这四个技术站进行构建 那么我这么想啊 我实际把我的代码 咱们实际运行一下 实际在我的这个AWS上部署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我的部署步骤 好不好 OK 那咱们开始啊 是这样 我呢 其实在后台已经建了一个AWS的实例 就叫做Focoma Video 好不好 咱们今天就用这个实例呢 我把我的网站从零构筑一下 因为是什么 我这实例是刚刚建成啊 还什么都没装呢 大家请看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还什么都没有呢 都卡什么 都不存在 对吧 我想呢 从零开始把我的网站呢 把我的网站 咱们安装一下 好不好 OK 那咱们试一试啊 那咱们先少续 咱们先干什么 咱们先看一下咱们现在OS的版本 好不好 我先装Docker 好 这是咱们用的是Amazon Linux 2 对吧 咱们清一下屏 然后咱们呢 开始把Docker装上 OK 正在安装 装完之后 咱们呢 加一个Docker组 这个我其他视频中也都有介绍啊 我今天就把它总结一下 咱们放在一个视频里面去做 好不好 正在安装 是这样啊 Amazon Linux默认的是YUM包 它这个YUM包里面并没有Docker 所以说呢 咱们还需要通过它的这个扩展包进行安装 然后设一下运户组 然后看一下Docker的version 没有问题 19.03 是吧 然后呢 把它做成这个系统服务 把系统服务启动起来 OK 然后看一下Docker是不是运行 先清一下屏啊 为了让您看得清楚 好不好 我视频的时间不讲太长 所以说我可能操作会快一些 好 把Docker启动系统的服务 这都没问题啊 然后接下来咱们装Docker Compose 是这样 因为我的工程中是用到了Docker Compose 为什么 其实我一个Docker镜像就不用Compose了 再为什么要用 是因为我省得启动容器时 还有再加很多的参数配置 非常的麻烦 对不对 好 咱们再来 好 然后清一下屏 咱们应该是 到现在为止 咱们Docker Compose都装完成 接下来咱们再装Node.js 马上开始 您按照我的本档的步骤 一步一步就都能给装上 稍等我清一下屏 大家请稍等我清一下屏 为什么 因为我想让大家看到 我敲走命令都是什么东西 Go 现在正在装C++ 包括Mate包 然后咱们装Node.js 装完Node.js之后 咱们就开始克隆我的工程 OK 再清一下屏 装Node.js 装完Node.js之后 咱们就装Git包 装Git包 我就清一下屏 然后去取到我的 去取到我的Github上面的原代码 好 我这边都装完了 然后清下屏 我看一下 现在先清下屏 我现在安装的版本是2.23.3 可以 然后我现在去下载一下我的原代码 大家请稍等 好的 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的原代码已经取下来了 从Github上 因为这是我的私有库 所以说我把URL屏蔽起来了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我刚才在本地运行工程的所有原代码 我都把它拿过来了 好不好 然后咱们按照我的顺序 咱们去做一下 该如何的部署 首先往下看 进入到目录 没问题 然后咱们先NPM安装 这个其实就是在安装咱们这个NAS工程 就是这个NAS工程 好 咱们试试 够 安装完工程之后 咱们运行build 这样把它build成一个 把咱们的代码进行一个build build完之后 再把它生成 生成咱们DIST的发布目录 好不好 然后这次我是把我的生成的静态文档 打包到Docker的镜像中 然后直接在服务器中发布这个镜像的思路去做 当然您也可以说不把原代码打包到Docker的镜像中 而直接在本地生成用目录 然后让Docker的NGX去link它 也是没有问题的 怎么做都是行 因为只要能够达到咱们效果 那么怎么做 其实都无所谓 好 咱们build一下 一般在其他的这个VL 比如说这个VUE CLI这个环境中 可能一build就直接生成DIST了 对吧 可是在咱们这个NX中 其实不是这样的 咱们需要build一下 大家请稍等 正在build build完之后 咱们通过这个generate这个命令 就可以去生成一个DIST 然后生成完DIST 我通过这个Docker 通过Docker file 把咱们生成的DIST进行打包 打包完之后 然后我把它做成这个系统服务 启动起来 咱们一会儿会看到效果 好 咱们试一下 一点点做 大家不要着急 它打包的时候 还是真的稍微有点慢 其实有可能是因为 我这个起的AWS 这个性能不是很高 因为毕竟都是租的服务器 是吧 OK 不管怎么样 打包完成 清平 直接generate 声称咱们的DIST的目录 这个应该是速度比较快才对 大家请看 现在正在打包TELWIN 对吧 现在给您讲的TELWIN的课程 在这地方都能看得到 包括根据TELWIN的里面 咱们做的设置 它会把咱们所用到的CSI的抽出 然后做最小化 让咱们的速度最快 这是TELWIN的非常好的地方 TELWIN的课程 我现在也一直在讲 对吧 差不多准备了大概16期的课程 一点点的给大家分享 怎么这个服务器 今天打包DIST这么慢 可能还是我这服务器的瓶颈有问题 毕竟现在我用的是免费的服务器 然后过两天我准备把我的coma.com实际的网站真的移植过来 为什么 因为是这样 我现在的coma.com用的是其他的一个IDC 是吧 然后我DNS都是在部署在其他的IDC上 那么我现在想今后完全都用AWS管理 那么也就是说我要把我的DNS也部署到AWS里面的root53来 然后把我的主机按照EC2的主机方式进行键 然后还要再申请域名的证书 做SSL 今后我一点点做 然后我准备开AWS课程的时候 准备把AWS一系列课程都给大家分享 好 咱们终完之后看一下 LS应该是多了一个DS定目录 对吧 好 这样咱们可以绑定了 DOKER文件我本地都建好 咱们直接通过DOKER Compose进行绑定 Go 这一套工程 清一下屏 直接绑定 打包成一个DOKER的镜像 我用到的是NGINX 然后是稳定版的L-PAN OK 正在打包 应该是完成 咱们清一下屏 然后DOKER Image看一下 全线拒绝 因为我必须得重新LOGIN一下 咱这不LOGIN了 直接SU度去吧 大家请看 我这打包了一个叫做 COLMA Video的稳定版 没有问题了吧 这个版本我现在是可以使用的 对不对 OK 咱们就用一用 怎么用 用这个命令 直接把DOKER Compose 这个服务启动起来 OK 启动完之后 咱们按NMAP NMAP命令应该没有 因为咱们是心理纳克 怎么对吧 咱们需要安装 稍等 咱们安装一个NMAP 我是比较喜欢用这个命令 OK 安装完之后 清屏扫描端口 80在这 对吧 顺目什么 顺目咱们DOKER已经启动起来 咱们交DOKPS看一下 这个还得加SU度 因为我需要重新登录一下 它就属于DOKER组了 带着呢 好 咱们直接通过浏览器就能够访问到 咱们试一试 我考试一下这个IP 然后到这个地方 我一粘 因为现在我还没有做DNS域名解析 所以说只是通过IP可以访问到 大家请看 已经可以访问到了 操作这个内容 跟咱们操作本地是完全的一样 没有任何的区别 对不对 都可以操作 不刷5 都是没有问题的 OK 这就是大概我今天要准备给大家分享的 代码 其实呢 嗯 我的代码呢 一开始我的考虑是不是放到这个Github上去 可是呢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一下我小马视频频道 所以说呢 放到了我的会员区 如果想要代码的朋友呢 进一下我的会员区 然后呢 我把代码定期的分享给大家 今后呢 我可能还会怎么说呢 这个代码还要再更新是吧 可能以后要连数据库 可能要用到这个AWS的Lambda服务 可能还要用到DynamoDB服务 可能还会用到这RDS 我都会慢慢一点点完善我代码的分享给大家好不好 OK 那这期视频就是这么多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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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